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到現在為止 就有14宗初步陽性的個案 剛才講到有關於那個風險 社區爆發的風險 現在絕對是高的 因為正正看到風險是高 我們才在政府那裏 需要做一些加強的措施 變異病毒株Omicron的出現 已經令到很多地方的疫情爆發 醫管局已經積極做好 應對第五波疫情的預備 我們現在暫時都是集中 確診病人在兩個隔離設施 分別是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和馬加烈醫院的醫管局傳染病中心 方便我們集中隔離所有病人 和人手管理 而現時兩個隔離設施 住了好像剛才所講 有161個確診病人 我們所有公立醫院總共有1200張負荷病床 而北大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亦都有800張負荷隔離病床 共有2000張 而現階段是可以應付到的需求 但是如果爆發第五波的時候 我們都預計會有大量的病人 對我們的隔離設施有很大的壓力 那我們都已經預備好 隨時重開這個 亞洲國際博林館的社區治療設施 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 重新啟動大概500張病床 去接收這個病人 醫院聯網也都預備好人手去調配 另外我們接下來也都會進行一些演習 去熟悉的流程 另外公立醫院也都有超過600張的二線隔離病床 有需要也都可以重新啟動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我們要啟動這些的設施 亦都會壞 最壞的情況做好一個最好的預備 最後我都想呼籲 其實這個接種疫苗是一個最後效的防疫措施 我們希望打了兩針的市民 能夠適時安排接種第三針 通關是過往 我想在這兩年疫情裏面 很多市民或者政府都是要考慮的 我想通關的安排和現在我們做抗疫 要確保沒有社區爆發是可以同一時間進行的 至於現在我們擔心第五波的疫情來臨 但是我們沒有過社區的二代傳播出現的 所以如果我們這幾個個案我們守得好 這幾個個案發生完之後 其實都是一個輸入的個案來的 如果沒有二代傳播 當然剛才講的新措施 也都希望新措施可以有它的成效 導致到進入社區的個案將來是會再減少 請多多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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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留言